講回你們的學院 其實好像近年來 好像有個修生 有個高峰 好像有一點滑落 其實會不會代表讀完的人 就是之前讀完的人 在這個行業沒有出路 找不到工作 所以才越來越少人讀 還有你展望 你現在這個行業未來十年八年 不要說二十年三十年 十年八年的發展你覺得會是怎樣 我們首先從宏觀的角度來看 老化問題不只是香港有的 全世界 因為我們這代人正正處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寶寶幫人口老化的後遺症 因為當時人口爆炸 而那些人去到今日 就已經是老人家 所以從整體市場來說 市場是大了的 因為多了老人家 就是多了人會過心 這是很自然的事 所以展望十年八年 整個行業一定是需求最大的 但是另一方面 你剛才提到的就是 這兩年修生會不會有一個趨勢呢 我估計有兩個原因 我最初出來開辦這些課程的時候 那時候剛剛有一部電影上演 日本有一個禮儀詩之奏名曲 其實一部電影 對整個社會是有一大程度上影響的 多了人說 多了人談論 加上如果經濟不好的話 多了人想其他出路 但是現在來說 香港的失業也上偏低 變成很多其他的選擇 很多時候的學生不是因為他們讀完找不到工作 而是他們讀完之後更加了解了 原來是殯儀做這件事 殯儀原來不適合我做的 很多人抱著一個憧憬 以為殯儀是做這件事 誰不知進來上完課 原來是另一件事 不如我有其他選擇 選擇其他事情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你們學院 未來的方向會是怎樣的 會做些什麼呢 會不會再宣傳 是希望收到一生的 還是其實都算了 因為其實可能行業都夠人用的 那就不用再搞那麼多 不會再特別宣傳那些課程 這樣 我估也不是這樣看 我的看法是一個行業 它始終是一個有生命的 有人會離開這個行業 這個行業需要新的血液加入 需要新的成員 所以保持著有這樣的課程 讓別人學到 起碼有一個門檻 進入你的行業 因為以前是沒有的 不認識別人 根本就已經站在那裡了 起碼有一個課程 你進入了就已經了解了 你想進入的 有一個門檻 可以進入 另一方面的說法就是 建立一個大的行業的話 我們如果不能夠很貼切到 令到那些學生畢業 立即找到工作去做的話 學院另一個角色呢 就是做多些社區教育 我們可以去多些不同的地方 例如大學 例如社區中心 甚至是中學 我都有搞一些墳場導賞團 帶人去看一些很舊的墳墓 告訴他 可能天天掛在口邊 在說的人物 舉例如河東 他的墳在哪裏呢 我可以帶你去看看 原來他的墳在這裏 或者有些歷史人物 他的墳原來都是香港的 這些都是透過歷史 去認識墳壯的事 如果做了一些教育的事情 其實對你們的行業發展 會有什麼好處呢 好處我自己覺得就是 以前殯儀很神秘的行業 但是慢慢去開放這個行業 慢慢令人覺得死亡不是一個忌諱 死亡是需要面對的問題 我們甚至無法去處理 處理還是死亡的問題 因為透過墳場導賞也好 透過工作也好 大家肯講這個課題 講得越多 這件事越透明 大家的 preparation 越好 其實對行業整體的發展 是一個好處 嗯 還有是否可以讓別人 再結合課程 可以好像在陽光底下的感覺 其實大家很正面去面對死亡這件事 這樣就好些了 不一樣現在好像什麼都要收起來做 我猜我們有兩個抱負 第一是令到行業透明化 行業透明化其實是提升了行業從業員的公眾形象 恭喜我 提升了行業透明化 倒過來 vere장을地擁有 挺後打 bench 真正能 expose